大猩猩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San Diego动物园有8只大猩猩 上周出现咳嗽的情形 院方进行检测之后 确定了这帮只大猩猩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动物园推测 大猩猩应该是被一名确诊的动物保育员传染 这名保育人员虽然确诊 但是没有症状 他在和大猩猩接触的时候也都戴着口罩 San Diego动物园在去年12月6号 暂时关闭封锁防疫 院方表示感染新冠肺炎的大猩猩 症状已经趋缓 逐渐康复中 新冠肺炎从去年3月爆发以来 时间已经11个月了 随着时间向前推移 在这段和病毒共存的时间内 卫生专家透过观察 研究逐渐了解了新冠肺炎的特性 也因为了解了病毒的特性 卫生专家修改了部分防疫的方法 包括过去卫生专家认为 从超市买回家的蔬果 杂货应该要擦拭消毒 但是经过研究证实 通过接触物体的表面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极小 所以专家建议 我们不需要再擦拭消毒从外面带回家的货物了 也因为接触物体表面遭到感染的几率很低 所以专家也说 我们其实不需要再戴手套了 另外一个专家认为 不需要再做的事情是时时刻刻消毒双手 我们只要在戴上口罩的之前和之后洗手 并且避免用双手来碰触脸部就可以了 第三件不需要再做的事情是佩戴N95口罩 疫情爆发之后 很多人认为N95口罩是唯一有效阻挡病毒的口罩 但是专家说研究证明 在户外的时候 两层的织物口罩和N95口罩的防疫效果一样好 除非您是暴露在高风险的医疗环境中 才需要佩戴N95口罩 医师强调 现在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是经常洗手 戴上简单的两层织物口罩 无论到哪里都应该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到人群过多的地方 不要和家庭成员以外的人聚会 避免进入人群聚集的室内 保持手部卫生才能有效防疫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